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击幸福 中文的意思是下载 共享未来 你还怎么办怎么办 网络已经深深地融入了生活 中国文艺推出系列节目 网视新说 和您说说网络的那些事 如今中国的网民数量 已经超过六亿人 上网早已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 也融入到了互联网的大潮中 在2016年央视春晚上 潘长江和蔡明就上演了一次 老年人的网购奇遇记 是你 是你 小豆包 大漂亮 怕什么来什么 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 道什么歉呢 咱们四合院拆迁那天 你的鸽子组团在我车上拉肚子的事 五年前的事你怎么还记得呀 不就在你车顶上拉点粪吗 你擦它不就行了吗 我开的是敞盆车 更要命的是挡风玻璃上全是 雨刷器这么一刮 我抹的那叫一个均运 出胡同口我就撞一三蹦子上了 什么 我那三蹦子是你撞的 这三蹦子是你的 对不起对不起 你怎么不在上面呢 我找的元凶整整找了五年了 没想到原来是你 你说你讨厌不讨厌 我讨厌 咱俩一个月住了三十年 你每天早晨起来练唱歌 中午练霹雳舞 晚上敲架子鼓 生命不息 你是扰民不止啊 我都纳了闷了 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 你有个正经工作 我办架子鼓培训班 这不算正经工作吗 你那个培训班办的 六年就一个学员 那人还是你媳妇 我还唱歌呢 哎呀你那个歌唱的 跟吃了塑料袋似的 哎那我跳霹雳舞也挣钱呢 哎呀你那个霹雳舞跳的 离远了一看 还以为衣服件疯了呢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不是找你的 我走错门了 我是来找一个 叫王铁塔削差评的 什么差评啊 网购 网购是那差评 打电话他不接 发短信他不回 非得比我亲自上门来求的 再见 不再也不见 留步 不了 我就是王铁塔 那那那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怎么了 大夫说我缺铁 那个大漂亮 对不起了啊 看在咱们三十年老街坊的份上 你就把那差评给消了呗 我要是不销呢 你要是不销的话 干嘛 用炮轰我呀 我哪敢轰你呀 你不轰我就不错了 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 哎呀 你看 塔哥放一巴 铁大亲我马 咱们念的啊 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这是锦旗啊 还是聊天记录啊 这个 回应挂着啊 你别给我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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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挂你挂 得 我这就算挂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大漂亮 我们开个网店 特别不容易 你知道一个差评 对一个店主来说 意味着什么吗 那就好比我 跳进游泳池里 那是灭顶之灾呀 就你 扎西脸盆的也够呛 我就不明白了 这么点小事 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小事 我明明定的是一条黄裙子 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颜色错了 可以换吗 换 这么好看 为什么要换呢 好看 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我明明定一条黄裙子 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颜色错了 可以换吗 这么好看 为什么要换呢 好看 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我明明定一条黄裙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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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妈呀 别绕 绕得我脑子都疼 大漂亮 如果你把这差评削了 我 我给你们家干活 我干活 我 你擦两下灯 我就答应你 我是阿拉丁啊 你们个别开网店的 太不靠谱了 夏天 我买了一件游泳衣 绿色的 下水它就掉色了 我刚游了半圈 就听岸上有人嘀咕 嘿 瞧那大姐还游呢 累着胆汁都吐出来了 嘿 质量太差 应该给它差评 我善良 我忍了 可上个月 我买了一个床头灯 声控的 该睡觉了 我就说 灭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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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亮呢 亮一夜吗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 它灭了 你喊的啥呀 老公 拔茶销 太坑人了 给它差评 我善良 我又忍了 可前两天 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 你说 茫茫人海 这么多柔软的女子 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 不能再忍了 不忍我怎么办 给它差评 对 我就给了它差评 痛快 然后呢 然后那个商家 就在这擦灯呢 那个 大漂亮 这个网店 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 这也算是 互联网创业吧 那个我儿子 是学服装设计的 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谁老年 老年轻老年轻 上了岁数小姑娘 设计服装的 我还是老年吧 哎呀 哎呀 我来不及了 我得走了 我赶紧给你把差评削了 你赶紧走 谢谢谢谢 那个什么 那个大漂亮 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 澄清一下 麻烦了啊 麻烦了 来来 听我口了 预备 开始念 我是买家 我是买家王铁塔 近日错把差评的 分不清楚组合黄 只因我是大色盲 讲究 讲究人 萧差评是按红的还是按绿的 按绿的 按绿的 你干嘛按红的啊 只因我是大色盲 你是故意的对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诚心的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摩托大赛呢 那个喜马拉雅 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 我让你赶不上飞机 你信不 比赛就在楼下 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 敬酒不吃吃罚酒 当心我要你好看 那你多余了 我已经好看的 不要不要的了 好 既然你这个态度 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 什么时候削 什么时候我走 耍无赖是不是 成 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 我同诉你 能咋的 关你网店 大漂亮啊 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哪 你别走 你要关 我就关系 我就关系 你套袖掉了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你太乐观了吧 还惦记差评呢 我这都 一直独秀了 在网络上有这样一种歌曲 被称为神曲 他们靠着欢快的节奏和简单 且琅琅上口的歌词 不仅迅速在网络上扩散 还成为了广场舞的必选曲 筷子兄弟组合 筷子兄弟组合成军于2007年 由肖阳和王太利两位成员组成 他们因主演微电影《老男孩》 并演唱同名片尾曲 而被观众熟知 2014年 他们推出了歌曲《小苹果》 这首歌不仅响彻大街小巷 连歌曲MV中的舞蹈 也被争相模仿 被奉为当年的全民神曲之一 我一切都献给你 只要你欢喜 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 生命随得爱你永远不离不弃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 天亮我生命的火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 春天又来到辽法开门山坡 如下希望就会收获 从不觉得你讨厌 你的一切都喜欢 有你的每天都新鲜 有你阳光灯灿烂 有你黑夜不黑暗 你是白云我是蓝天 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中间 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 秋天黄昏与你徜徉在金色埋天 冬天雪花陪伍有你更加温暖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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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 变亮我生命的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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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 春天又来到廖花开满山坡 种下希望终会收获 统统音乐 测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綿綿的青山脚下挂枕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 又像那万字前红一片海 哗啦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 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存在 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 你是我天天最美的人才 让我用心把你等下来 永远悠悠的唱着最悬的民族风 让爱折走所有的尘埃 我听到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才 这么美就让你留下来 永远都唱着最悬的民族风 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 永远都唱着最悬的民族风 永远都唱着最美的天埋 登上天外人笑的舞台 然而苍蝗的年轻的千種へ 永远都唱着最外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 流向那丸子前红一片海 哗啦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 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 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 你是我甜甜最美的人才 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悠悠地唱着最弦的民族风 让爱折走所有的尘埃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真完美就让你留下来 永远都唱着最弦的民族风 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 我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类 就忽无一夜春风袭来 满面桃花开 我忍不住去想 我忍不住去猜 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就抬另排排 你是我甜甜最美的云彩 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悠悠地唱着最弦的民族风 让爱折走所有的尘埃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人才 怎么对就让你留下来 永远都唱着最弦的民族风 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 随着网络社交的流行 网友网面等词汇 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网络上人与人的关系 常常奇妙而有趣 下面这个小品就讲述了一对 生活中的冤家 在网络上却成为了 无话不谈的密友 并且互生爱意的美好故事 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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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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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老跟着我 谁跟着你了 是因为你挡着我的路 哦 那我来公园 你也来公园 当然了 我来公园 是约会来了 没想到你在这儿给我添乱 每天在办公室里 看见你我就心烦 好 下了班之后 你又跟着我 在我眼前来回滥转 奇怪 公司的同事都挺喜欢我 怎么就你看不上我 没办法 因为你看我就不顺眼了 那你说 你昨天是不是 把我抽屉里 放了一只死麻雀 一只死麻雀 我是那种人吗 哦 那对不起 我冤枉你了 挺大个人不识数 我放的是三只 对了 你要不提这件事 我还想不起来呢 你为什么平时 老往我的咖啡壶里 倒过期的咖啡 没有啊 还说没有 一股哈喽味儿啊 喝完了之后 我血白的小牙都变黑了 那不是咖啡 那是什么 邪油 我找你惹你了 你这么坑害我 你不疼我 有人爱我 我今天约见的这位姑娘 是我网上的密友 可以说是一位网络美女 那这位美女 肯定长得不怎么样 要不然怎么能看着你呢 谁告诉你的 我已经跟这位网络美媒 见过面了 她长得可以说是 宛若天仙 多情可爱 那像你啊 跟柴火妞似的 靠边 一会儿我那位就要来了 凭什么让我走啊 我也等人 你等谁啊 就准你等网络美女 我也在等我的网络情商 什么 你有网络情商 我得向你表示十二软分的祝贺 谢谢 谢谢 不用客气 真没想到 狗尾巴花也有开放的时候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现在在想 那位不幸的男士 怎么伤了你这条贼穿 我看你还是离我远点吧 为什么 一会儿我那位情圣来了 要是看见你这个小混混 还指不定把你怎么招了 粗辱 无聊 咱俩井水不犯婚水 咱俩老死不相往来 对 对 金刚石猛男 紫金花公主 我怎么等来的是你 我今天怎么撞上了网上黑客 你也不看看你的样子 你怎么好意思叫金刚石猛男 那你说我应该叫什么猛男 胆结石猛男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模样 居然厚着脸皮叫紫金花公主 那我应该叫什么公主 包米花公主 感情骗子 你骗人感情 你 你怎么还不走 你怎么还不离开 其实要不是金刚石猛男在我生病的时候 在网上发笑话 逗我开心 我才不会来呢 其实要不是紫金花公主 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 给我发email安慰我 我也不会来啊 我也不会来啊 孟男 我叫的是网上的孟男 我还得谢谢你发给我的片方 我的头疼病已经全好了 真的 公主 我叫的是电脑里的公主 不过我也要谢谢你 在网上陪我聊天 帮我度过了一个个非常寂寞的夜晚 可为什么在办公室你对我那么冷漠 那是因为他们太宠爱你了 我看着都有点嫉妒 你越是对我不在意 我越想迎接你的注意 我早就注意你了 虽然你有点任性 但是长得还蛮可爱的 真没想到 在网上你是那么体贴 那么亲切 我这也正在琢磨呢 你在网上跟我说话 怎么那么温柔 富有诗意 其实你平时没那么讨厌 你看我整你十回 你也就回敬我一次 挺难忍的 那是因为你是咱全公司 最漂亮的女孩 我哪好意思欺负你啊 那你今天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那你能不能新把眼睛闭上 我早已为你 在心中种下了九十九朵玫瑰 亲爱的公主请看 柴火杆 这是哪位缺德鬼干的 我的花儿到哪儿去了 今天下午在办公室 我闲着没事 所以我就 是你 机无疑是我们现在 最常用的上网工具了 它能连通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 在2016年的网络春晚中 曾出演电影 《夏洛特烦恼》的演员尹正 就为我们带来了一场 人与手机互动的创意表演 我最贴身的朋友 就是我的手机和里面的APP 它们总是很低调 好吧 有时候也很高调 它们每天24小时陪伴着我 心意出离 我都会别闪着我 就在这儿 我都会在这儿 你真的开玩笑 因为你会保持我 不知 你会保持我 不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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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